大家好,这是绘制滴滴阿满坎古栏目,我是阿满,今天是2022年8月29日,盘前隔夜期货看起来很糟,我一直在关注纳斯达克和标普,另一个1%的下跌区域,也就是上期节目中,画黄圈的区域,但在上周五的巨大抛售后,多头仍在,在跳空低开后,标普指数逐步向上攻击,但最终失败,以阴线十字星收盘。 这种图形容易演变成下跌中计,收盘标普指数下跌0.67%,纳指100下跌0.96%,到琼斯下跌0.57%,从图表上看,今天开盘的买入,应该是技术性量化交易程序的购买。 标普上周五的低点,正好位于,从7月低点,到近期高点的0.618的位置,今天标普正式进入回撤区域的上沿,多头在4020点附近看到了机会,50日移动平均线略高于4000。 这对于进行短期博反弹的交易员,甚至是一些长期投顺来说,都不是一个太糟糕的位置。 也就是说,这里是激进博反弹者第一次可入场时间,但我还是要等黄色区域我再介入。 持续关注阿满坎股的朋友知道,我现在持有大量现金,一些多头股票投顺和一些空投ETF。 我仍然将3890到3980这个区域,视为标普的可能目标。 虽然今天的防守令人印象深刻,但并不令人信服,毕竟最终是阴线十字星,而不是阳线十字星。 必须做好这是下跌中计的准备。 同时SPY全天交易量再次缩量,仅为6000万股。 因此,我维持观望态度,直到有明确的价格方向信号出现,再做动作。 当然如果这里出现了小概率的急速拐头向上,我可能平仓SQQQ和SOXS,并寻求增加一些多头。 但如果届时成交量不佳,而是干拉价格,那么很可能是欺骗。 如果出现架升量缩的情况,我还会继续加大我的空头头寸。 今天的护盘动能再次来源于能源板块。 能源成为今天市场的稳定器。 XL1在全天的大部分时间里,维持了2%以上的上涨幅度,最终上涨1.5%,原油回到200日均线并收于100美元,这应该不足为奇。 而我做空的半导体,再次领跌市场,XSD下跌超过1.8%,这让我的做空仓位获利颇丰,只可惜当时没有加满目标仓位,少赚了将近一半的利润。 目前,还有多只分红型股票正在逐步进入价值区间,我将在本周末的视频中与大家一起分享。 而现在,我们只需耐心等待,并获得正确的买点即可。 今日值得关注的经济数据和要闻不多,我给大家筛选了两条。 1. 达拉斯联储发布8月份制造业活动指数,实值-12.9%,预期为-12.7%,说明在生产领域受到加息影响还是很严重的。 难道美国也要像中国一样进入供给策改革? 哈哈!开个玩笑! 但持续低于预期的制造业活动指数,更加不利于生产商回流美国。 2.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再次发表讲话说,俄罗斯尚未准备好举行和平谈判。 亲俄媒体证实,乌克兰在赫尔松许多地区展开反攻,俄罗斯军队损失失较大,不排除失去对赫尔松地区的占领。 这样一来,俄乌战争将必然被拖入冬季,那么能源价格届时的位置可想而知。 但由于俄乌开战以来,认知战一直是双方都在争夺的战场, 不排除这些,又是乌克兰总统给乌克兰人打气的一部分。 实际的控制权依然掌握在大毛的手中。 NF、T非农薪资报告,将在本周五公布,通过该报告的读书,我们可以清楚地了解到,就业和薪资增长是否开始放缓。 如果薪资增长没有得到控制,那将给美联储采取更激进的加息政策一口石。 对于今天走势做个总结,从宏观上看,今天没有发生太多事情。 在技术面上,多头在开盘时完成了他们的工作,但空头在收盘时反击得手。 本周市场可能会面临更多压力。 我将关注标普指数的3890到3980,这一咱们给出的黄色圈圈区间。 需要提醒的是,4000点整数关,仅是个心理关口,并没有任何资金和数据的支撑。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,谢谢各位的观看。 郑重声明与风险提示。 本文系基于现有资料。 请谨慎观看。